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追求独立和自主 然而,有一个未婚女子在从来没有性生活的情况下 独自生育了两个女儿 这种超前卫的做法却遭到了众多网友的吐槽 那么,如今六年过去了 她是否后悔了自己的决定呢? 叶海洋,一个来自吉林长春的巴林后女孩 她为了实现自己当母亲的梦想 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理 2017年,她花费了近50万元人民币 在美国的一家金子库中 选择了一位拥有四国混血 且学历超高的男人金子 不要男人,不要婚姻,不要家庭,不要孩子 光是这一项就花费了她进入十万元 在叶海洋的受孕过程中 她并没有选择传统的婚姻流程 而是选择了不要男人 这意味着她未来的路必定充满坎坷 但是,叶海洋并没有退缩 她勇敢地选择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在怀孕期间 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 叶海洋看着B超里的小生命 终于体会到了母爱的文大 然而,当她将这件事 分享在社交平台上时 却遭遇了网友们的无尽唾骂 单身女性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 真的不是网友所说的 崇洋媚外,恶心 在国人眼中 买卖兽育本就不被人接受 更别说叶海洋 还挑选的是外国人的基因 实际上,在我国想要完成这项手术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合法夫妻在自然条件下有困难的情况下 可是,叶海洋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不婚主义者 怀孕期的女性本就处于敏感脆弱的状态 此次叶海洋也是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 网友们的不理解对她的心理上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身边没有家人的陪伴 没有人能够及时给她开导 叶海洋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中 更是因此患上了中度孕 她会无数次询问自己 我真的可以吗 再加上不定期的产检 每当叶海洋看到身边的孕妇 无一例外有男人的陪伴 回看自己身边空无一人 在他人眼中 自己倒是像个被男人抛弃的一半 无端承受着外界异样的眼光 再要强的叶海洋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但幸运的是 母子连心还在肚子里的孩子感受到母亲的异样 便会用别样的方式提醒母亲自己的存在 依靠着肚子里宝宝时不时的动静 叶海洋终是挺了过来 每个妈妈都十分伟大 也请大家给予她们更多的关爱和包容 不要让她们寒了心 叶海洋认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 她的选择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也同样没有改变任何人 当她关起家门 外界怎样说与她又有何干系 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子宫 想要如何利用 都是她自己说了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日子 很快就到了 叶海洋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 被推进了手术室 迎接她未来的心肝宝贝 叶海洋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孩 她给孩子取了一个寓意很好的英文名 Doris 意思是 海洋女神 是她的女神 更是她的心肝宝贝 为了能够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 刚走出月子期的叶海洋 转身就投入到了事业当中 但同时 她并不会因为工作 而忽略对孩子的陪伴 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选择 我们不能轻易去评价别人的人生 每个妈妈都是伟大的 都值得尊敬 2021年 叶海洋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想法 自己能够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 她有没有可能给女儿再添一个伙伴 随后 在争取了Doris的意见后 她又飞往了美国 花费16万元 这次她选择了和大女儿血脉 相同男人的精子 在一定程度上 两个女儿也算得上是同个父母 叶海洋的二胎性别 同样是女孩 这次不再是她的选择 而是因为Doris想要一个妹妹 叶海洋并不会因为女儿 年纪小就擅自做主 相反 她会非常尊重女儿的意见 当然 她对女儿的爱并不是溺爱 在女儿做错事的时候 她也会及时批评 叶海洋做出生育二胎的决定 她同样分享到了社交平台 这次她不会再被舆论所影响 都说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 这次网友们也一改之前的态度 纷纷祝福了起来 虽然叶海洋 已经做了再次不被理解的准备 但当收获到一众祝福时 她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三口之家 过上了部分女性向往的理想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